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然後今天 這個影片只是出個紀錄啦 然後之前 大師在大學10年前買的一個 工程計算機齁 這個叫做卡西歐的 FX-H350ES的 型號 然後因為他下面 最近按按鈕的時候 發現開不了機了 所以應該是沒電啦 畢竟是10年前的東西 放到現在應該也沒電也是很正常的 這個是在 通常啦,身為理工科的人 上大學 應該都會買這個 買一個工程計算機才對 那你買來之後 你基本上是不會使用電池的 然後等到不能按之後 你才會發現 怎麼回事,這個壞掉了 所以這時候應該只是一個電池 沒電啦 然後其實他後面有6個螺絲 那把它拆下來就好 先把它拆下來裝在這裡面 那打開之後 他其實很好開 拉起來就可以打開了 他會看到齁,這邊啊 他電池都流出來了 看到嗎 所以這個 這個沒電也很正常 所以這個其實不知道要多久換一次的 就決定要定期更換 不過大家是不會去定期更換的 然後這個 電池都流出來了 這個...噁心啊 然後這一台 計算機是用 4號電池的齁 好緊喔 天啊,該不會拔起來了吧 天啊 可以拔起來 哇 成這樣啊 哇賽 然後這個就拿去丟掉了 拿去回收了 電池可以... 電池是可以給那個便利商品回收的齁 然後呢 再把它清一下 然後裝電池應該就可以排擠了 很簡單齁 這個...笨蛋都會 你只會... 會買電池 會拆螺絲 就會了 然後其他的線 你不要去... 不要去勾到就好了 裡面的電路板的東西 就不要理他 好 稍微清一下就好了 他這個其實也清不太屌 稍微好一點 很乾淨 稍微好一點 然後...噴下酒精 擦一下 好啦... 這只是...廢片啊 廢片 我不相信大家有人會去換這個東西 現在有在用嗎 應該說... 應該說... 有人會... 用這個資料先用思念嗎 這是我以為吧 因為大師是出社會之後 還有用到這台計算機啦 所以... 是最近大師在上班的時候發現 欸...怎麼沒電了 然後回家拆開 那電池... 電池... 電解液就流出來了 稍微清一下就好了 好啦...不要清太多了 好...就這樣 過到 所以電池其實要長期更換啦 要等到沒電再換啦 因為他錄電解液就流到電路板上面 其實是很麻煩的事情 不過他離這麼遠其實也...其實也還好啦 然後拿出我們的4號電池啦 4號電池就是遙控器啦 然後... 冷氣的遙控器啦 大部分都是4號電池啦 那這個... 隨便去買一個... 10塊錢就有了 好... 看一下... 有了 太棒了... 好有電的感覺喔 好... nice...nice... 然後把它裝上去 先裝一顆啦 然後就這麼簡單 感覺這個...電池是不是一年換一次啊 你換一次... 應該差不多吧 還是太想換了 因為雖然... 他...有... 感覺起來是密閉的 可是... 屍漆應該還是... 還是進得去的啊 好...先這樣就好 2的... 看到嗎 然後... 脂肪 256 很好... 284號是256 沒錯...正常的 好啦... 這集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喜歡影片的話 歡迎在我們頻道主要放在這裡 喜歡影片的話 訂閱按鈕 按鈕 記得按鈕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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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鈕